大家好,我是小鹿 今天呢,我的午饭会用到这个 签子 我呢,准备今天吃个串 但是这个串呢,不是烤出来的 而且也不需要放油 这个串呢,叫无油串串 接下来就来看看我的制作方法 先跟我一起去串串吧 Let's go 先来看看我准备的食材 大虾三只 这个是辣椒 我切成了段 还有茄子,我切成了片 这个是萝卜 和土豆 还有胡萝卜 另外,我还准备了一些火锅用的食材 像牛肉丸啊 小香肠啊 这些呢,都是我特别爱吃的食材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串串吧 串已经穿好了 这些串都是我自己DIY组合穿上去的 五颜六色的 看上去是不是很可爱 很有食欲呢 接下来就把它们下锅去煮一下 接下来上锅烧水 水多放一些 以磨锅串的量为准 水开了 那我们把串放里煮 我们开始调调料汁 生抽一勺 蚝油一勺 醋一勺 烧烤酱两勺 蒜蓉辣酱三勺 自然粉一勺 然后搅拌一下 搅拌好后倒入半碗清水 然后我们把调好的汁放到锅中 把这个汁煮开 煮开后倒入少许的水淀粉 继续烧开 并把汁搅拌到浓稠就可以了 现在串煮好了 汁也调好了 我们开始把汁淋到这个串上 淋上以后呢就算完成了 就可以开吃了 可以开饭了 今天喝牛奶 干杯 干杯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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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大辣椒 千叶豆腐 吃饱喝足 最后我来对我的无忧串串做一个总结 就是健康营养不放油 有荤有素还解馋 我的这个评价是不是听起来很有韵律呢 开玩笑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话就帮忙订阅吧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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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